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朋友 各位Venice 真是多謝各位 今天人日都沒有出街慶生 在這裡看我們的節目 平周不切房 非常多謝各位共捧場 我們先跟各位拜個年 你先 今天人日 人人生日 我先得公祝各位 快高獎大 那我Yanny 祝各位學業進步 那我尖尾道公祝各位 過年都慶生日 又擅長又好飄 恭喜你 恭喜你 今集平周不遲房 究竟想說什麼 平周你求有什麼大新聞 我們就說什麼 平周窗星除夠稅 非人擦警 辦辦辦 你留意到這件事是嗎 初三那晚 有平周居民報警 投訴遭到噪音摧擾 兩個警員上門了解 八點多一轉 請你們注意聲浪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轉個頭 到了十點多 再有人報警 只有再出現噪音 警方同樣派出兩個警員登門處理 當時一個高級警員和一個警員去到該單位 兩個帶有罪意的飛翰營門 嘩 這是Philippino來的 你朋友仔 現在幾點 這麼吵街坊 怎樣睡 好地地勸人小聲 又怎會搞到開槍呢 報道說 當時有人突然情緒失控 向兩個警員施襲 其中一個43歲飛翰 更加兩度向高級警員擦頸 並且由二樓追打落街 飛翰連續施以拳打腳踢 高級警員向他噴胡椒噴毛 對方都未肯罷首 高級警員於是拔槍 連轟三槍分別擊中了飛翰的左手左腹 飛翰中槍之後 躺在距離開槍警員身旁約一米之外 不斷發出痛苦心淫聲 開槍事件驚動了不少街坊 警務人員使用槍械 須遵從內部嚴格指引 根據警察通例規定 警務人員可以在三種情況下使用槍械 包括 一、保護任何人 包括自己 以免生命受到威脅 或身體受到嚴重傷害 二、拘捕任何企圖逃避警方拘捕的人 而個人屬警務人員 有理由相信犯了嚴重暴力罪行的人 三、平息騷動或暴亂 今次警員開槍理由 據稱是生命受到威脅 想保護自己 雖然事件上代調查 但已經引來坊間爭議聲音 新年流流槍聲加血轟 真的不是那麼理想 事發之後有學者批評 這件事凸顯了現時警隊人手 和訓練不足的深層次問題 他指警員應該在訓練中學過搏擊智慧術 是否可以以此化解避擦警呢 開槍警員加入警隊超過30年 會不會是技術生疏了呢 當局似乎需要加強警員的搏擊和危機處理訓練 以對付得如其來的事件 由平州街坊坦然對事件感到震驚 又說平州治安日向良好 從來未發生過海槍事件 有人質疑警方開三槍制止罪行 其實是否可以使用警棍呢 究竟開槍是否唯一選擇 疑犯只是一名罪走行 沒有跡象是嚴重罪犯 或者持有武器 當時看來也是赤手空拳 兩名警員竟然招架不住 警方事後表示 向警員擦鏡施襲 兼退人落樓那名疑犯 身高1.8米 身形灰霧 行為恐怖 而且懷疑受酒精影響 持續向警員施襲 警員項部被疑犯大力捉緊 以至項部出現血痕 發出口頭警告無效 感到生命受到威脅 或身體受到嚴重傷害下 向該名男子開槍 以制止其行為 唉,酒精害人 開啤錢米飲 賀連賀都吃連紙巾 真是 unexpected 更加 unexpected的是 從事後流出片段所見 開槍警員開完槍後 一直沒有異樣 更加曾經四處度報連絡電台 但在等待增援期間突然暈倒 在網上引起不少熱議 令警力南亞治安獨樓問題 又再引發關注 啊,平州是全港罪案率最低的地方 住了約六千人 正如當地居民所說 隨著越來越多外來人 包括南亞人搬進去住 人流開始複雜 但平州武警署只有一個警官 是否足夠應付轉變呢? 最怕部署追不上 又急又快的轉變 便會來不及預防 平州不設防 說真的,南亞假難民禍港 的確是令人頭癢 但列表出來 港術南亞兵團所犯的案件 都已經碎射春那麼長 不要忘記 去年中環發生的鬧市開槍 到現在仍然是開槍的人 和果子開過的槍 仍然是沒有頭緒 對假難民中環大開 就好被隨街派禮事 真難民郵派 加難民郵派 結了分郵派 不認識郵派 認識銀紙都不行 可不,有沒有這麼多禮事工 That's why 大批聲請港案即押了 之前 東方傳媒機構按照傳統習俗 到黃大仙慈求簽文卜 為香港套年運程指點迷津 就住假難民求得第45簽 中平簽 當中一句 柯蘭也斯歸故里 套落香港 是不是要等到斧頭都難了 去到情況惡化得很極端了 自省悟要回家 計我說 所有難人 柯蘭快點舉手回鄉下 才對 起碼新年流流 不用開懷過頭 不好不是半山火燭 就是港人在北海駕車撞隧道場 再不是就是平周另類燒炮掌 又或者新童光攻下三級火 只看新聞都覺得很窄 各位 現在就知道為何今天仁日 我寧願祝各位 又natural 又 pure 好了 大家對於今集節目內容有什麼看法 是拉藥 搞錯 還是吃花生 投票告訴我們 記得我新年 按鈕 明明有點視頻 com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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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úng 東方傳媒機構同仁鞠躬